恋人真的都很可愛 楊醫師我偷偷跟你講 我其實是沒有在吃那些藥 然後我就嚇一跳說 什麼醫生開的藥 你居然可以不要吃 你為什麼要自己調藥呢 吃一瓶心臟科醫師的感情 真的然後他就說 原來是他發現他吃了這些藥 會影響到他的功能 所以他就漸漸的 就越來越不喜歡吃這種藥物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 其實現在市面上 也有另外一種血壓藥 可以控制血壓的藥物 但是他並不會影響到 他的勃起功能的 這樣子他就可以也顧好血壓 但是他又可以很幸福美滿 這個新的像血壓藥呢 他是可以增加 抑氧化氮 我們俗稱NO 抑氧化氮可以怎麼樣 幫助我們的弟弟 up up 我用一個比喻講說 大家有看過那個 Fast and Furious 那個玩命觀光 我們剛剛有來台灣 是然後大家記得說 那個Van Diesel 他最後要衝刺的時候 他有按一個按鈕 然後那個上面就寫 Nitric Oxide NO 一氧化氮 然後按下去 他車子就往前衝 他就可以衝刺 那這個他在車子 他就可以突然一個爆發力 那在我們的血管裡面 其實我們身體裡面 也是有NO這個物質的 一氧化氧 沒錯 然後他就是可以讓我們的血管 可以得到擴張 管徑擴張了 血壓自然就會受到控制 那我們的海綿體要雄風 再起 對 也是小血管 那他也是要讓血管可以擴張 讓血液可以過去而達到勃起 如果有高血壓的病人 他們之後得到勃起功能障礙的機會是1.6倍 這種血壓藥呢 我們建議都是要維持每天吃 他是可以照顧好大血管 同時他不會影響到勃起功能 平常顧大血管 然後需要的時候顧小血管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晚上決定要好好的這個 讓老婆滿意一下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第二代的合法狀藥藥物 因為他有很多的優點 第一個更專一 專一的意思是什麼 是專情嗎 也可以 但是他這個專一的意思呢 就是專注於在我們的陰莖海綿體 他是讓他更好沖血 得到勃起的效果 那另外的話 他就比較不會有臉潮紅的副作用 或者是頭暈頭痛的副作用 他是目前全台灣開機最快的藥物嗎 對 這30分鐘 30分鐘 30分鐘做個前戲 然後洗個澡澡 剛好耶 你學了 是 那他可以維持大概多久的時間呢 他的半摔期是五個小時 如果他是射精了之後呢 如果要再來第二次 他是比較容易再可以提槍上針上第二次 所以他們都是第一次看 躲起障礙的這個問題嗎 大部分都是 真的不是唯一一個有這個困擾的人 真的 很多人都有 你一點都不孤單 其實很多人都有 大部分病人呢 在猶豫了很久之後 終於看了醫師 吃雷味藥之後 第一個感想都是 哇 早知道我早點來 真的 我決定要把 硬度硬度硬度 感成看醫師 看醫師 看醫師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兩星密碼頻道 訂閱鋪十萬囉 感謝大家的支持 歡迎按讚 訂閱 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更多精采的 密尿科影片 都在兩星密碼頻道 請按讚